欢迎回到我们喜悦风筝访谈秀 那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林轩老师与我们做第二段的访谈 那上次没有听到第一段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网页的下方然后点击第一段的访谈哦 那上一段呢 我们有分享到了身体的健康和心事息息相关的 那透过了解我们的心理状态 情绪以及感受来觉察我们的信念 实时可以清理我们心理预计的垃圾啊 情绪啊感受 不要让这些累积的负面情绪和能量 产生我们身体的疾病 那就可以带给我们身体健康 至于灵性的健康就跟心也是脱离不了关系 因为老实说呢 我们心灵的安定就会为我们产生力量 可以让我们信任自己 也能让我们的直觉力变得更强烈 也更容易 然后呢提供我们更多的灵感以及创造力 所以其实了解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灵呢 都处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然后呢在上一段访谈中我们也有提到说身体 身不由己那对生活压力感觉无奈又无力 改变的朋友们 带给大家信心和力量 那在今天呢 我们将为大家解答说 如何运用内在力量 疗愈自己与他人的身体疾病 那现在让我们欢迎林轩老师 哈喽恩恩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轩 那老师好 那就我所知道比较大众的问题是 很多的疾病是我们压力所引起的 那压力啊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失眠啊紧张啊 那没有处理 那持续的感觉到压力和失眠 那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内分泌的失调 就有可能会引发我们重大的疾病 失眠其实也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简单 就真的只是失眠而已 那我觉得它通常是背后有一些原因造成的 所以想要请问老师说 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 轻松做到释放压力这件事情 嗯OK 其实失眠这件事情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有经历过 在压力的状态中 或者是你今天 你明天有一个考试 或是有一个报告要交的时候 你都很容易感觉到压力 那至于怎么样能够释放压力 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随时都能够做 就是当我们感觉到有压力 无法平静 而造成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 譬如说紧张焦虑甚至是失眠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切断我们的感官 然后闭眼放松 不要再让我们的感官 注意继续的对焦 在这些让我们产生压力的人事物上面 不论你是坐着 或者是伴坐我都可以 然后闭眼 重点是闭眼 闭眼跟随着你的呼吸 其实不用刻意控制你的呼吸 你的呼吸的快慢 就是跟随着你的呼吸 很自然的放松 平静的跟随它 然后慢慢的去感觉 你的脸放松了 你的脖子放松了 你的肩膀也放松了 你的手臂 手指都放松了 然后一路往下 到你的腹部 你的大腿 小腿 还有你的脚 全身都非常放松之后 然后再慢慢的去感觉 空气经由你的鼻子 吸入你的身体 每一块肌肉 感受到那个空气流筋的过程 然后到达你的肺脏 然后到达你的腹部 然后再经由呼气的动作 从你的身体吐出来 其实这样子一个很平静 很注意力专注在呼吸上面的这个动作 只要持续五次以上 你就可以感觉到 你现在比较放松了 对 然后平静之后呢 再把眼睛睁开 其实这个过程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呼吸 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处于很紧张焦虑的状态 因为眼睛睁开之后 就是不断的忙碌 不断的聚焦在外在事件上 所以紧绷到最后到睡觉的时候才要休息 可是真的要休息的时候 却又发现自己根本放松不下来 睡不着 这就是现代人的最常见的文明病 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所以只要好好的呼吸 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呼吸 好好的呼吸 真的是 就是很急速的在做快速度的呼吸 都没有真正平静的深呼吸 放松自己的身体 然后让细胞都充满氧气 所以只要好好的呼吸 就能够做到释放压力 平静一对 我记得我几年前 好像是我大学的时候 那阵子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突然失眠了 而且失眠的很严重 有好几天真的都没办法睡 然后是真的我觉得很累 我觉得好累好想睡 可是我没有办法睡 我就是好像一直在思考 很多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大脑 没有办法静下来 然后我是 我明明很累哦 我觉得我很困 我几乎可能两三天没有睡 然后可是我真的很想睡 我就是睡不着 脑袋无法关机的感觉 对就是我也知道说 要平静 就是可能我要呼吸 要平静 可是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切断 我那个大脑的感觉 就是我的 就是还是会一直 比如说就还是会有一堆 比如说很担心啊 很害怕啊 很焦虑的事情 一直不断的重现 对 这种时候就会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切断 那个想法 所以为什么 我说要闭眼 放松之后 再专注在你的呼吸上面 因为当你闭眼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对外的关注力 就都关闭了 你的感官不会再聚焦在 现在有没有人经过 现在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闭眼之后 你会感觉到的是 你身体的感觉 所以你去感觉 你每一个器官的放松 然后再去跟随你的呼吸 你的注意力只在 呼吸这件事上面 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平静的放松 所以就是我们刻意 就是闭上眼睛 先刻意去切掉我们那些神音 然后刻意的让自己 专注在自己呼吸 就是一吐一息上面 对对对 你就只有这件事情要做 对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那我失眠的时候 数羊不就好了 不可能 因为你数一数 然后你又想到别件事 这个羊跳过去 如果跌倒怎么办之类的 就是会 又会想了很多 其他天马行空的画面 或者是什么事件又被勾动出来 所以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平静的 对 所以其实最简单 呼吸是最深的咒语 它是能够让你达到平静 自在的一个最唯一的方法 所以只有专注在你的呼吸上面的时候 你才能够聚焦 在这一件事情 跟你的身体 同时是结合在一起的 嗯哼 而且我觉得失眠的时候啊 好像最容易 天马行空的想象一些有点 因为你那时候脑子没有停啊 你很多的时间 可以想很多的事情 平常好像没有 就是不会特别去 天马行空的想象那些东西 可是突然到了 要睡觉之前 想象力就变得特别好 对 然后这件事可以再想到另外一件事 然后又想到过去的事情 对 然后就会睡不着 对对对 就真的更睡不着了 对 那 呃 比如说像我们身边啊 如果有一些朋友或是家人 那他们可能还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 都已经有觉察力 或是有开启他们内在的力量 那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什么 呃什么是内在的力量 也不知道自己内在是有力量的 嗯哼 那他们可能因为比如说工作压力啦 社会环境或是小时候过去的一些经历影响 那会造成呃心理的不健康 比如说呃 忧郁症啊 遭遇症啊 强迫症等等心理疾病 是 那因为这样的心理状况 那就会在身上呃一定会引发出一些疾病 嗯 那像他们呃还没有 开启这种内在力量的人 他们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用言语去开导 然后跟会是跟他说 哦 其实你内在是有力量的 嗯 然后一下子让他们接纳这样的心思 嗯 因为有的时候这样他们 我们这样主动开导 可能对方还会心里不舒服 然后觉得你很奇怪 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是 那如果像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 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帮助他们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帮这些朋友做一些什么 比如说 有的是什么远端的能量治疗啦 来帮助他们身体和心理都健康 类似这样子 我们有什么话可以去做 对于出现像忧郁症 躁郁症 还有强迫症的个案 其实他们的治疗来说 治疗绝对不是他们的第一考量 因为他们想要被接受 所以接受个案的疾病 还有给予他们支持才是悠闲的 因为他们会罹患这样 此等程度的精神疾病 个案所处的 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有家庭 其实都是造成个案离病的最大原因 个案绝对不是因为他最脆弱 没有挫折忍受力 所以才会得病他是替代了这个病态的环境的关系 而得病的牺牲者 所以他们却会被视为异类麻烦 或者是这个人很没有用 然后身边的人越是不接受个案 越是带着有色的眼光 或鄙视的眼光看着个案的时候 他们的疾病就越不容易好 甚至有时候还会越来越严重 其实疾病有时候发生的原因是 个案的一种求救或是一种讨爱的方式 如果我们不能看到他背后的用意 而一心只是想要治疗他 让他赶快恢复正常回归社会 那就会越难如远 因为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说 像这样子的个案 他们其实是在求救或是在讨爱 因为他们的方式有的时候可能是 比如说 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 然后嘶吼啊 然后深思历劫啊 然后这种反而会让旁人觉得很难受 因为身处这样的话 就觉得 那我为什么要接受你这样子突然这样咆哮 就是没来由的突然这样咆哮 然后或是攻击我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好像还蛮难的 就是蛮难去做到完全的理解 对方其实他只是要求救跟套爱 或者是说可能知道 但是你要做到 我真的能够理解然后去接纳 我觉得好像是 真的是要努力的一条路 真的 这个比较深层一个层面 因为有时候 个案他表现出来的状况 其实是一个家庭的氛围的 一个实相的产物 就是他们其实是 这个家庭的互动状态中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病态的情况 只是他由精神疾病的方式来表现 然后很多人就会对这样的表现很抗拒 就会觉得你是有问题的 怎么会 就让人觉得看了都想逃离 所以这样的家庭环境已经让他想逃 然后他也还呈现这样的方式 想要凝聚这样的家庭的力量 然后让所有的人愿意去关心 跟面对这样的问题 可是却越是呈现负相的效果 对 所以这是比较深的一个层面的心理问题的探讨 我觉得这个比较需要就是双方都要努力 就是如果 对 只有一方面努力 其实真的还蛮难做到的 对 所以为什么传统的医学上面来说 他们会对于精神疾病的病人 他们就是给予药物的使用 因为症状上的治疗可以让病人得到 非常快速的缓解他的症状 也能够让家人立刻就可以感受到他好了 OK 对 好 那我们还有收到一个妈妈的讯息 就是她说她的孩子现在正在接受癌症的治疗 是不是也有方法可以帮助她除了就是接受医生的治疗之外 也有灵性的方式可以一起合作 让病痛能够被治愈 关于癌症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它涉及的层面会比较深也比较多 可能不是太容易可以在这间断的访谈中说明清楚 不过癌症当然也是非常适合利用灵性的方式治疗 因为目的也是为了带给个案舒适平静 还有恢复她的身体健康 这跟我目前在推广的灵性按摩课程是相雷同的 只是需要实际的带领解说还有示范来帮助疗愈她的身体 那因为操作不当的话 不正确的话也不会有所改善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访谈当中说明如何操作 那可能就是在课程中用实作的方式去带领会比较 效果会比较明显 好 谢谢老师 那假如是癌症治疗的患者 也是用于这样的方式来维持健康 然后不让疾病再复发吗 好 OK 那这一题的话其实跟上面那个情况是相雷同的 就是癌症的方式其实也是很适合运用 治疗的方面的方式去治疗 那只是说 如果说关于恢复健康这个问题的话 就不包含在这其中 这不是说用灵性的方式去治疗就可以达到的效果 因为癌症跟一般疾病都一样 如果只是做表面的症状治疗 那经有医学的方式就算恢复了健康 但是造成癌症发生的心理问题 却没有被发现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有人可以保证他不会再复发 OK 好了解 谢谢林轩老师 那各位朋友也请期待我们的第三段访谈哦 那在第三段的访谈中 我们将为你解答 长期检查不出的身体不适 如何找出原因以及疗愈 那先谢谢我们的林轩老师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